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签署第21号主席令 第21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于2024年3月11号修订通过 现已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另一方面我们要关注七天会起的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周一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大会高票表决通过了七项决议级草案 决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计划报告 决算预算报告 并通过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 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 与会2900名代表以2895票赞成 表决通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两会唯一一个法律修订案 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以2883票赞成获得通过 并幕会还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报告 财政决算预算报告 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报告 在全体代表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会议开得很成功 凝聚了共识 明确了任务 坚定了信心 是一次高举旗帜 真抓实干 团结奋进的大会 会议成果 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 赵乐际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要认真落实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 所创造的经验 所拥有的权利 所发挥的作用 激发全社会创业 创新 创造的热情和活力 汇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赵乐际在不到五分钟的闭幕讲话当中 使用评刺最高的词是团结奋斗 他说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只有拼搏奋劲才能够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 凤凰卫视 霍委委 夜不见 北京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 十一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 当天上午并举行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第四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 六个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这六个决议草案表决稿 会议同意将上述决议草案表决稿 提请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当天上午举行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主持会议 3月10号下午和11号上午 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等六个决议草案 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 建议将各项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会议经分别表决 决定将上述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去年5月出任新组建的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 周一首次亮相两会期间的部长通道 他表示今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工作 就是服务心智生产力 金融监管总局正在研究扩大股权投资试点范围 交大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 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去年5月正式接牌成立 首要职责就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李云泽在会议媒体提问时指 当前中国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平稳 主要金融机构经营稳健 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接下来将进一步健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 同时持续推动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 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方面 李云泽表示 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服务心智生产力 1月份金融监管总局已专门引发文件 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目前还正在研究 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为平台 进一步扩大股权投资试点范围 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 在促消费方面 也正在研究降低乘用车贷款首付比等措施 有关中国的外贸形势 海关总署署长余建华在接受集体采访时指 今年1到2月 金出口额达到了6.6万亿元 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了8.7% 海关总署的先导指标还显示 1、2月份的曝关单量增加了1成多 企业经营的信心持续增强 预计上半年外贸进出口 可以保持增长态势 凤凰卫视人乔委王磊 北京报道 在全国人大第三场 部长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当中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未来将坚决惩治体育腐败 坚定打击假赌黑 针对近期中国祖坛的 他方式腐败 中国南兰88年来 首次输给日本等 传统三大球成绩下滑的问题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就表示 目前体育领域存在发展不均衡 管理机制难以适应 新发展等问题和矛盾 未来将不断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水平 和体育治理能力 并坚决惩治体育领域腐败 坚决打击假赌黑 另外关于境外游客 入境旅游支付难等问题 中国文旅部部长孙燕里就表示 关于提升境外游客支付便利的措施 正在落实 要做到大额刷卡 小额扫码和现金独立原则 以及简化境外游客 绑定国内程序的客户登记信息 让境外游客在内地旅游 享受到内地民众一样的便利 也欢迎更多境外游客来中国旅游 关于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出现的 一票难求和黄牛倒票的现象 孙燕里说已经采取了购票实名制流程 和要求所有文艺演出 门票公开销售比例 不得少于85%的硬性措施 来限制购票难和黄牛倒票的情况 凤凰卫视周围涵王磊徐一轩 北京报道 另外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申长宇在部长通道上表示 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满意度创新高 而中国科技创新集群数量 也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申长宇在部长通道上表示 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在进一步加大 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社会满意度提高到82分 创下历史新高 此外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 中国科技创新集群数量 也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他并表示将建立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常态化沟通机制 坚持做到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同等保护 今年将出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加强全链条保护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全面实施新修改的专利法实施细则 加快推动商标法的新一轮修改 同时还要探索建立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加强源头保护 为企业提供更高效 便捷低成本的知识产权维权渠道 峰会是综合报道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受到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高度关注 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接受采访时说 主权安全最为重要 团结一致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 超过98%的给予特区政府支持与正面意见 香港各界人士及民众都期待稳定的社会环境 能助推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 还有全国人大代表称 越港大湾区规划实施5年 香港很多人转变观念 前往北上消费 已经融入到大湾区中来 香港是人才和信息窗口和中心 深圳是研发中心 而广州制造业突出 希望可以更加有机结合起来 冯凰卫视刘俊赵伟 王磊 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任紫薇 11号是在人大闭幕会后 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的独家提位 他表示 中国短道速滑队会继续的强化体能和技术战 更好的营战 不断提升世界水平 并且指出 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会一起成长 世界各国水平提升也非常大 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然后继续强化自己的体能和技术术 对 那过去一年就是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 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很多互动和交流 我们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也会一起成长 包括我们出国 在国外赛前也会一起训练 对 一起努力 对 那感觉中国香港队的 目前的一个水平 您怎么出现 因为发展的相对比较晚 但是他们进步的非常快 然后包括2022年也有香港军队员在参赛 然后也是很好的完成了参赛任务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去加入我们接下来关注是 继菲律宾的船只在南海与中国船只 发生冲突后 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最近宣布 实施全面群岛防御战略 上百名的岛民加入海军后备军人行列 另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11号到访菲律宾 并且表示愿意强化两国的伙伴关系 在全面群岛防御概念新战略下 据台湾仅约140公里的 菲律宾巴坦群岛省 有119名岛民加入菲律宾海军 后备军人行列 海军司令阿达西表示 海军后备军人将加强菲律宾海军 在专属惊奇海域投射兵力的能力 保卫菲律宾北部海域 非防长特奥多罗表示 正在发展保护整个领土和专属经济区的能力 以确保菲律宾民众和未来几代菲律宾人 能够自由收获和享受自然资源的恩惠 并敦促菲律宾武装部队指挥官和部队尽一切所能 落实全面群岛防御概念 另一方面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号到访菲律宾 并会见菲律宾总统马克斯 马克斯在欢迎五言上表示 美非关系建立在共同牺牲 相互支持和坚定不移的尊重基础之上 雷蒙多表示 双方有机会强化伙伴关系 使其达到更高水平 希望能抓住机会 致力共同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此外 菲律宾还希望同美日澳等国家 开发南海油气资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11号回应时表示 南海问题是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 中方坚持同直接当事国 透过谈判协商妥善处理 包括资源开发在内的涉海争议 有关国家在南海开发资源 不得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更不得拉拢与外国家插手借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11号与菲律宾访问时就表示 拜登政府将不惜一切的代价 要保护美国人民 就包括进一步地要限制 对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 但他同时也强调 美国无意与中国的经济脱钩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菲律宾 并于11号在马尼拉 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会晤 之后 联盟多在记者会上被问及 美国是否有计划 进一步限制对华出口先进的半导体 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 联盟多强调 美国需要确保 中国军方不会获得这些技术 联盟多同时指出 美国不希望与中国经济脱钩 彭博社指出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包括存储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科技公司 实施新的制裁 同时向日本 韩国 荷兰 德国等盟友施压 要求他们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此外 美国商务部也在考虑将六家中国公司 例如实体清单中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1号 对美国禁止社交媒体应用TikTok的努力表示担忧 称这只会增加Meta的权力 而脸书才是美国人的真正敌人 特朗普周一表示 虽然认为TikTok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但也重申禁止这款应用 将使脸书等竞争对手受益 并进一步指称后者才是全民公敌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特朗普当被问及是否认为 TikTok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时 他表示TikTok确实存在一些威胁 并暗示支持对该平台进行监管 特朗普还强调人们必须非常关注隐私 保护美国民众的隐私和数据权力至关重要 特朗普补充表示 这一担忧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TikTok 脸书和其他美国平台也对人们的隐私构成威胁 他表示TikTok有很多优点 也有很多缺点 但TikTok的禁令将使脸书及其创始人扎克伯格受益 他进一步指出脸书对美国非常不利 尤其是在选举方面 脸书和很多其他媒体才是全民公敌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3月5号公布一项立法提案 要求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在165天之内剥离旗下的TikTok 否则TikTok将在各大应用商店被禁止上架 仅仅两天之后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就通过这项立法提案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投票当天称赞了这一提案 并称拜登政府希望看到这项法案得以通过 拜登政府已经对TikTok采取了其他监管行动 包括禁止该应用程序在联邦设备上使用 尽管如此 拜登竞选团队还是于上个月加入了TikTok 以吸引年轻选民 凤凰卫视王岐华盛顿报道 穆斯林的摘月现在已经到来 在加沙地带却没有停火的迹象 以色列的军方正在核实 哈马斯的三号人物是否在已军日前 对加沙的一次空袭当中被击毙 而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表示 对于未能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是需要负责的一方 而哈马斯则是继续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以色列与哈马斯在穆斯林摘月前 实现加沙停火的希望最终告破 在加沙南部流离失所的民众 在临时避难的帐篷前挂上彩单和装饰 迎接摘月到来 战火之下 大批民众只能在街边 和被炸成断壁残垣的清真寺中 进行摘月活动 摘月期间 每个家庭都会准备丰盛的开摘饭 等到热络后和亲友一起享用 而今年人们只能买到一些罐头食品 以色列军方11号发布视频 显示已军摘月期间 继续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开展行动 以军呈特种部队有针对性地袭击了多座 被用来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住宅 并逮捕了多名哈马斯特工 另外以色列国土报11号报道 以色列军方正在核实 哈马斯高层马尔万伊萨 是否在已军日前对加沙的一次空袭中被击毙 马尔万伊萨据信是哈马斯下属军事组织 卡桑里领导人的副手 哈马斯的三号人物 如果他的死亡被证实 可能会使本就陷入僵局的加沙停火谈判 变得更为复杂 目前以色列军方和哈马斯都尚未对报道做出回应 加沙人道骑士危急 饥荒仗在蔓延 当天继续有空头物资在加沙上空落下 而原定于10号 从塞浦路斯骑航前往加沙的西班牙援助组织船只 施以援手号 11号仍然停靠在塞浦路斯 迟迟未能出发 这艘船上运载着200吨食品援助 计划通过海运方式向加沙送去救济 以色列方面对海运表示欢迎 不过称在施以援手号离开塞浦路斯前 一方会检查货物 以色列并在摘月期间加强耶路撒冷老城的警备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 以色列警察还用警棍驱逐巴人 阻止他们进入伊斯兰第三大圣寺 阿克萨清真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 11号批评美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 旨在停止加沙战争的决议 称美国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 是荒谬的并且只有象征意 卡纳尼在当天的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批评美国一方面支持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 另一方面向巴勒斯坦民众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样的做法非常荒谬 卡纳尼还批评联合国安理会 伊斯兰合作组织等 未能在制止加沙战争中 发挥关键作用 伊朗法院6号下令 没收一艘被扣押的 邮轮上的美国石油 这艘邮轮由美国雪佛龙公司租用 当时船上有价值 约5000万美元的原油 卡纳尼表示 这是因为美国制裁 导致部分伊朗患者 无法获得药物 而这些患者提出 针对美国的诉讼 这些调整的状况 在现在的状况 受尽态和 supportive administratory 在各种状况的状况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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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得犯性 基金 但在整个国际上 政府的状况 亚人务率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手机和手机和手机 在伊朗上没有任何关系 针对联合国调查团要求调查伊朗女子阿米尼之四 卡尼尼予以拒绝 称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报复行动 卡尼尼还表示伊朗已经和埃及多次协商 争取通过埃及向加沙民众送去人道主义援助 红海危机持续 卡尼尼称红海危机等地区问题源于霸易冲突 他建议美国停止对其他国家的指责 把助力力集中在危机的核心上 阻止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 富豪卫视李维扎塔穆森 德海岸报道 而就在穆斯林一年一度的斋戒月到来之际 巴基斯坦的物价也开始不断地走高 民众希望新政府采取举措 要降低通胀来缓解通胀 随着斋月的到来 巴基斯坦当地的穆斯林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一样 开始为迎接斋月采购食物等各类用品 大大小小的产品批发市场人头传动 而由于当地食品等物价在斋月到来期间持续走高 民众纷纷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降低物价 避免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 另有当地居民也表示 由于物价飞涨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只能用来满足基本生活开支 强调希望新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 通过为食品提供价格补贴的形式 为普通民众提供救济 巴基斯坦新当选总理夏巴兹表示 政府将提供125亿卢比的摘月救助和补贴计划 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1200个流动点 和300个永久性食品包救济中心 以为当地穷人阶层提供食品和价格补贴救济 本网络是记者张宁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宝报报道 俄乌局势方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 同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目前的俄乌冲突战场形势 和国际社会队伍援助等议题交换了一件 根据法国总统府埃里舍公的消息 总统马克龙10号 同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在电话中 首先就当前俄乌战场局势 和最新的国际热点事件进行了交流 双方对在2月26号 在法国召开的援助乌克兰特别国际会议 和3月7号通过视频方式举行的 两国部长级会议的后续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评估 马克龙重申 他希望加快建立深度打击俄罗斯联盟的速度 并支持捷克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倡议 另外马克龙和泽林斯基还共同强调 希望能够继续推动在援助乌克兰特别国际会议中 所提到的五个议题的相关工作 即网络防御 扫雷 乌克兰的武器维护和联合制造 网友伙伴的支持 以及确保边境安全 双方还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其中就包括马克龙将会在未来几周内访问乌克兰 凤凰卫视 金亮巴黎报导 今日罗斯网站在11号报导 英国援助给乌克兰的挑战者2坦克 在英国记者面前进行一次演练活动 但坦克陷入泥潭 情况很尴尬 报导说英国太阳报的记者被邀请登上 挑战者2来观看演练 但这辆坦克不久之后在泥潭中被陷阻 为了将这辆坦克拖出泥潭 乌军也不得不派遣另外一辆挑战者前来救援 英媒说令人担忧的是 乌方获赠的14辆挑战者2坦克中 只有7辆仍在使用 报导也指出挑战者2的主要缺点之一 就是它64吨的重量导致机动性比较差 而这一支乌军中队的工程师说 所有东西都有优点和缺点 挑战者2的缺点就是它的机动性 俄罗斯媒体报导称 一名韩国男子涉嫌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留 俄罗斯塔斯社引述执法部门的报道 这名男子今年年初被拘留在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 2月底被转移到了首都莫斯科 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法庭11号将他的拘留令延长3个月到6月的15号 塔斯社报道声 这名男子将俄罗斯国家机密资讯交予外国情报部门 而这次是首次有韩国人涉嫌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留 案件的资料被列为高度机密 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对此回应 马上华有更多焦点待会见 好的朋友查播一个消息 就是内地的媒体报道 在11号的晚间10点45分 山西省 中阳县 桃园 新龙 煤业有限公司 锦下煤仓发生了溃仓事故 有7个人被买 到12号的7点钟 一共搜救发现了5名矿工 经现场医务人员的确认均无生命体征 而失联的两人正在紧张的搜救当中 好 后续帮你更新 接下来要关注到台湾方面的消息 国民党务立法院的党团提出许多优先的法案 其中拟针对台湾大选推动不在即投票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11号到领导澎湖 力挺党内立委的提案 并批评民进党过去在野时 宣称要推不在即投票 执政后却又说违法 充满了政治算计 我们接牌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11号到台湾领导澎湖 出席立委联合服务处的接牌活动 对于党内立委提出不在即投票法草案 宁推动台湾大选采行不在即投票 其中包含开放境外通讯投票 引发民进党立委质疑 会有安全上的疑虑 最近我们立法委员提到的不在即投票 澎湖的乡亲最能够感受 已经是21世纪了 已经是2024年了 最可恶的是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每天都骗大家说要不在即投票 结果执政了之后 现在每天反对 民进党会怎么反对 怕人家在其他地方工作的这些朋友 不同给民进党 这叫政治算计 朱立伦表示 旅外的澎湖选民有数十万人 批评民进党成了民主退步党 而兰营立委指出 行政院今年已通过草案 针对公投进行不在即投票 质疑不该有两套标准 还频频以增加选户成本为借口 阻碍立法 在野党立委认为 推动不在即投票的重要目的 就是要降低选民的投票成本 如今台湾大选才刚落幕 现在是朝野立委 讨论不在即投票的最佳时机 凤凰卫视 彭世廷 金敏槐 台北报道 在带您看香港国际影视展 与亚洲影视娱乐论坛 从今天起一连四天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在启动礼上表示 香港智力发展为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将注资约5.5亿美元 推动电影与文化产业发展 中文化产业发展 香港国际影视展与亚洲影视娱乐论坛 11号起一连四天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那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 艺术三月的首个活动 香港影视娱乐博览 涵盖了本次影视展 以及娱乐论坛等十个香港活动 旨在促进香港与内地业界的交流 来拓展国际市场的合作机遇 活动是由香港著名影星黎明 担任宣传大使 著名导演尔东升等人也有出席 开幕一室 同时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750家的参展商 也来到香港会展中心 设展交流 寻找合作机遇 更多的相关消息 来看一下今天香港文汇报的报道 提到了正在全力打造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香港 迎来了重磅的投资 在香港国际影视展开罗 也恰逢2月2龙抬头的11号 也就是昨天 阿里大文鱼集团发布 港益振兴计划 阿里大文鱼的董事长兼CEO 樊陆远他就宣布了 未来5年将会在香港的剧集 电影演出还有青年人才 培养四大领域要投入 不低于50亿港元 给香港的全行业 传递振兴香港影视业的信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全球航空交通持续的复苏 香港机场管理局 与业界紧密的合作 积极开拓货运机遇 来推动创新设施的发展 这也进一步巩固 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香港国际机场在疫情后 航空交通量持续复苏 去年总货运量按年增加3.2% 达到430万公吨 为促进航空货运业的发展 香港国际机场正积极发展高增值的空运服务 抓紧电子商贸带来的机遇 致力发展成为亚洲电子商贸枢纽 在提升机场的货物处理设施方面 去年由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发展的高端物流中心 菜鸟智慧港正式投入服务 料每年可为香港额外增加170万公吨的空运货量 同样在去年完成扩建的DHL中亚区输纽中心 预计可将运力增至五成达到106万公吨 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 随着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在今年投入运作后 货运量升势将会持续 因为我们其实目前处理的设施是相当足够 也都不断增加着 而当我们开了第三条跑道 我们升降的时间就会有更加多的可以使用 所以整个发展的目标就去到2035年1000万吨 为拓展越港澳大湾区金玉 发挥大湾区国际货运首要门户角色 机关局表示 未来将深入探索海空货物连运模式 去年4月展开的香港国际机场 东莞空港中心先导计划运作畅顺 一站式上游服务 在东莞完成安检打板收货流程 通过海陆运送至香港国际机场 再通过空运送往世界各地 不仅节省了成本 还大大的提高了效率 有望兴建为永久性设施 而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树纽的地位 也离不开航空业界的支持 国泰货运表示将持续壮大机队 已落实订购6架新一代空中巴士 A350F型号货机 并有权额外增购20架 其实我们订购了6架新型的A350F型号货机 其实预计2027年会到辅 在那时候我们预计 现在我们拥有的20架的747F型号货机 会继续一起在飞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客机也都会给到我们很多的运载率 复后卫视 王叔 香港报道 探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世界合一论坛 将在香港举办 到时候将会有500名世界各地政府代表 绿色金融专家 企业高管和国际投资者等参与 要推进制定可行方案 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流失等问题 世界合一论坛将于本月25号在香港举办 会去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学 等多个界别人士 共同探讨可持续经济发展 香港财经事务局扩务局副局长陈浩莲表示 香港是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 和大型亚洲国际债券中心 有条件吸引更多绿色资金和项目 今年的上半年都会推出一个 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科技的概念认证计划 希望用资金去帮助一些 叫做未商业化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科技的项目 令它可以加速推进从而将来 这项目成熟了 就可以帮助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他指出香港的环境 社会和管制基金的市场同样蓬勃 去年已经向证监会注册的 相关基金数量和规模 都录得双位数增长 同时香港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包括推出了第一支绿色零售从侃证 香港可持续科技学院创始人罗宝文认为 亚洲在绿色金融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而香港在当中能够扮演海内外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他还表示 留意到香港年轻一代对于可持续发展很感兴趣 每一天都发觉很多的大学生 对这个环境的热诚大到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project 都不少的学生会申请做认识 他们绝对不是为了钱 是真的为了理想 是为了可以贡献 所以我觉得香港是绝对有希望 因为第一就是政府这么支持 第二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代 他们真的很有心 世界合一论坛的嘉宾将就能源转型 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等不同议题进行探讨 罗宝文强调 面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持续挑战 需要更多跨界别合作 凤凰卫视张佑人香港报道 马上还有财经消息 待会见 欢迎过来 美股周一走出了分化的行情 标普白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双双收跌 详情来看一下 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一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时开盘就是下跌低开 随后全天都是地位盘整 收盘时是好回参观科技做收 导致呈现反弹 但是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 纵火指数还是分别下跌做收标普500指数 并且是承接上个星期五的连跌 两次的这个低收的格局 主要是受大型的科技类股 遭到投资人获利回头 抛手压力所影响 大型芯片 AI纪录相关公司 英美达公司 以及超微电脑公司 都是领跌同类股的 这个主要两个跌幅比较深的大型公司 在纳斯达克生活指数当中升幅比较好的 始终概股向京东上升幅度超过5% 而百度超过3% 但是其他的一些在前段时间跌升的 一些科技型类股 包括是谷歌 苹果和特斯拉 就是在星期一呈现债股反弹 所以全场解释 成为现在科技类股当中 在内部进行一个资金盘整 主要是审慎观望 接下来的这个经济状况 在进一步定夺投资的方向 另外的是 道琼斯平均工业 这种当中升幅最好的是领合保健公司 跌幅最大的是 波音飞机公司的持续 还是因为他们的技术瑕疵问题 是投资人忧虑他们的业务的稳定性 这星期从星期二开始 还有重要的有关通胀相关的数据出台 星期二的消费物价指数 和星期四的批发物价指数 将会成为投资人高度关注焦点 收盘时10年长大收益是4.10% 油价下降0.1%是77块 9毛3亿桶作收 金价则是继续反弹0.1% 一次是2188.60点 这个价位作收 同时比特币再创历史高位是 这个72,000美元以上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富豪威士旁德纽约报道 澳大利亚的国库部长查默斯 在11号时公布新一轮大规模税改方案 也希望通过降低进口商品的关税 提高澳大利亚社会生产力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默斯 11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商业峰会 并发表题为降低合规成本 提高生产力的演讲 并宣布联邦政府将自今年7月份开始 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税改 覆盖进口商品近500项 他还强调 澳大利亚上半年经济增长 疲软态势还将持续 作为2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 他希望能为企业降本增效 提升生产力 有5个商业 有超过30万亿 在合规价值每年 120万亿 这将会给产生产力的更加帮助 帮助每日的货帮助 制作为每日的货帮 更少比较便宜 查默斯还宣布 联邦政府计划进一步明确 能源领域的合规与审批要求 更好的引导能源企业参与合规流程 保障投资者信心 此外 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 澳大利亚将出台 网格化监管机制 营造透明监管环境 促进更多的投资 目前澳大利亚经济处在一个非常大的 不确定性之中 国库部长对全国大选前的最后一个预算 表示了盈余的信心 但专家认为澳大利亚经济增长 已经进入冷冻期 网友是杨海英 谢谢您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 11号进行第42天的审讯 从犯证人 苹果日报前主笔杨青旗继续出庭做购 杨青旗曾向副社长反映 桑普港独立场设风险 但是苹果仍然看齐文章 以及邀请评论市政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 案件11号在香港西九楼裁判法院展开第42日审讯 苹果日报前主笔杨青旗继续以从犯证人身份出庭做购 并接受控方盘问 控方就自由站稿人桑普做进一步提问 杨青旗再次向主控确认 桑普曾出席由黎智英安排的晚宴 控方于庭上展示杨青旗及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 杨青旗曾向陈佩敏反映桑普的文章公开主张港独 杨青旗在庭上确认桑普曾向苹果论坛版投稿 而部分文章被采用 苹果也曾主动要求桑普就一些新闻做评论 控方其后引述于2020年7至8月间 两篇黎智英在苹果的个人专栏刊登的文章 杨青旗共称两篇文章均反映黎智英对制裁的看法 其中一文文中显示 黎智英相信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不会放缓 而另一文则反映 黎智英认为西方制裁能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 杨青旗又指苹果预报在修理期间立场激进 黎智英专栏呼吁市民上街 黎智英已完成针对杨青旗的主问 案件周二暂序 黎智英新闻相当报道 中月11日是2004年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20周年纪念日 西班牙国王菲利培六世以及首相桑切斯等多名的政要出席纪念活动 在当天民众纷纷手持白色的鲜花来到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雷蒂罗公园 死难者树林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 事故发生之后 民众就在这边栽种了192棵的长青树 来纪念在爆炸当中丧生的遇难者 西班牙国王菲利培六世 首相桑切斯以及多位的欧盟官员出席相关纪念活动 桑切斯在讲话中表示 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的零容忍是和谐共处 和相互尊重的基础和原则 时间倒推到2004年的3月11号 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多列的火车发生恐怖主义炸弹袭击 连环爆炸导致超过190人死亡 1460人受伤 这也是欧洲境内伤亡最为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戈洛西将于12至14号访问日本 与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 外向上川阳子等举行会谈 考察东京电力辅导第一核电站 并且确认核污染水的排海情况 另外韩联社现在引述了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表态 说中国将会首次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交叉验证工作 那么这也将会是格罗西在排海启动后的首次防御 林方正11号是在记者会上表示 将高度的透明且细致的说明核污染水的安全性和监测结果 在格罗西此行一系列的会谈当中 磋商的议题还将包括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 以及对乌克兰核能设施展开支援 还有朝核不扩散的合作 而在福岛核事故13周年之际 有大批的民众在11号的晚间 聚集在东京电力公司的门前抗议 谴责排海并且要求妥善的安置 补偿福岛核事故的灾民 英国王储威廉夫妇居住的肯兴顿宫 在10号的母亲节发布了凯特王妃和三个孩子的照片 而多家媒体在报道之后 因为照片涉嫌曾经修图 所以拒绝使用 引发了外界的争议和多重的揣测 凯特呢 于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就发文进行致歉 威廉夫妇的官邸肯兴顿宫在英国母亲节这一天 发布了由威廉给凯特和她的三个孩子拍摄的照片 但没多久 英美多家主流媒体在发布相关报道之后随即撤回了照片 称这张看似神情自然充满幸福氛围的照片 涉嫌后期编辑 夏洛特公主的手指明显存在编辑痕迹 这是凯特自1月进行腹部手术以来发布的首张官方照片 在民间社会也受到广泛关注 早前民间流传的英国王室同凯特之间的阴谋论 不但没有因为这张照片而平息 反而在各大社交平台语言语裂 肯兴顿宫起初拒绝置评 凯特在11号就引发的争议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 他表示像许多业余摄影师一样偶尔也会尝试编辑照片 对于造成的任何混乱表示歉意 并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凯特虽然作为王室公众人物 在身体恢复期间享有隐私权 但外界认为王室应该适时公布台的动态 而不是留给公众无限揣测的空间 此外照片修图仪式恶意发酵 关乎到公众对于英国王室成员的信任问题 就在王室成员因健康问题面临公众猜测之际 一年一度的英联邦庆祝活动 于11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并且以任性作为主题 不久前确诊患癌的国王查尔斯三世 通过音频发表讲话 他承诺将竭尽全力继续为英联邦服务 今年恰逢英联邦成立75周年 有舆论指出查尔斯三世虽然在致辞中 也呼吁各成员国保持团结 并强调文化多元性是英联邦的优点 不过面对诸卢加勒比各国 要求英王室为奴隶之历史盗窃以及赔偿 仍是他绕不过去的挑战 凤凰卫视徐亮吴若铭 伦敦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区域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